3C产品需求火热加上伺服器市场加连带苹果供应商全都受惠 哪些个股值得留意来听专家分析 轻型机身多工设计电子产品需求火热 加上近期AI爆发连带苹果供应商族群也跟着受惠 包括华通包括针鼎包括见鼎以及药华 其中我们就挑见鼎这一档个股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见鼎5月份的月营收是微幅的月减6.4% 那跟去年同期比它则是正成长年增了9.8% 至于说今年第一季的EPS它是获利王 它大赚了一个3.5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见鼎它维持平盘这边做收 收在222块 不过盘中一度下杀 全部的一个什么一个碟式尾盘都收付回来 收在平盘 那因为它第一季的一个所谓的季报 它毛利率21.97 盈益率13.99 EPS3.5这边 它跟去年同期比都是维持三绿三升 这是法人最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数字 那它今年2024年主要成长的动能是在汽车 伺服器以及记忆体模组这边 合计这三样的一个营收的营占比会超过整体营收的一个七成以上的一个水准 而公司也看好伺服器汽车版的市况相对较佳 第二到第三季渴望逐迹成长 下半年也会比上半年好 全年营收更是力拼年增超过10% 不只在盖越南厂也瞄准伺服器和记忆体市场 成长动能强营收表现令人期待 东森财新闻综合报道 我是不是本人的一个人 认量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